程式里面的话我想跟前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应该就是在 哪个地方 这个工作表物件的叙述 当然如果有些都重复了 其实你可以把它复制下来 指的就是那个工作表里面 那个储存格要放这个东西 那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范围要做筛选 然后筛选的话是根据第二栏 的给它什么条件 第二栏指的就是什么 第二栏指的就是这一栏 B栏 然后给它条件 就是如果一的话就显示出来 OK 所以其实这个变化还蛮大的 其实这个地方可以拿来做类似像 所谓的关键字查询 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这衍生性还蛮大 还蛮好用的 OK 把那个Excel拿来当资料库来查询 都不是什么问题 而且程式其实不多 最后的话把资料抠过来 这个范围 当然我就避开A1跟避开B栏 所以我把这个范围稍微修改一下 这样的话资料就帮我把它直接 把它这个取得了 OK 那我刚才有提过了 就是说如果你要查 查那个Autofilter的相关参数 有没有 其实理论上 旧的版本反而比较好用 旧的版本按F1 它其实就会直接把那个说明给调用出来 可是我发现现在的新版本 反而干嘛 把它跳出来之后 不是我们要的 好像就也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说为什么按F1 没有办法像旧的版本 一样跳出我要的 反而它跳一个什么 跳全部东西给你 那当然怎么办呢 如果你看到东西不是你要的 其实有的时候怎么样 就是变成说多一个步骤 你必须要把什么 你要查的是Range里面的Autofilter 所以你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按F1如果没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从上面有个搜寻 把那个搜寻条件贴上去 然后按个搜寻就可以了 如果微软的网站 现在是 好 反而买新的版本 Office 365 反而没有 这说明好像越走越回去了 反而旧的版本 它不是跳网页 它是本身就有一个说明的文件 直接就跳出来 好像这现在又有问题 OK 反而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这个Office 365 问题还是说 它是不是后面还会再修正 OK 好 那大概是先这样 那再来的话就多个清除 所以后面的话如果要清除 我再打个Sub 清除的话也许 很多种方法 清除的话 那我们之前是用录制的 可是习惯上是这样 比如我要清除的话 清除整栏 A栏按Delete 有没有 A栏按Delete的话 实际上如果A栏按Delete 这个动作 在VBA的写法就是A栏 栏的话 A栏怎么称呼呢 就是用column Column Column 加一次 这个就column column column 就栏嘛 Browse 就列嘛 刮虎 那哪一栏呢 你跟他讲说我在A栏 或者里面可以加一个数字E E也是D栏 后面点什么 点 用一个方法叫ClearContent 不过你会发现你只要有刮虎 你点他就不出现 那没关系 刮虎后打没关系 点什么 有个叫ClearContents Clear就是全部清除 ClearContent就是注解 记得不要选择 因为这好像大家很喜欢选择一个 不是这个 是Contents Contents是内容 清除内容就是类似A栏按Delete A栏按Delete就是ClearContents OK 那选这一个 然后呢 再把哪一栏加上去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哪一栏 它变成说 所有的栏 意思就是所有资料全部清除 如果没有加刮虎的话 它就变成所有的栏 通通都清除掉 OK 那我们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呢 就把它按下这个按钮 就清除掉了 指的是 A栏的资料把它清除掉 OK 所以 这个地方 跟各位其实分享一下 因为我是觉得 这个是我平常习惯的方法 因为程式真的比较短 OK 不然的话 当然你可以看坊间书籍 如果做一样的事情 绝对不会写这么简短 也就是写了一大堆 其实我觉得一行可以搞定 为什么可以把它写这么多行 真的 无法理解 不过每个人习惯了写法 OK 所以 可以跟各位说明一下 有没有 主要是 Auto Filter方法 跟Copy方法 跨工作表 所以 也许你暂时也许一下 没办法完全记得啦 不过我建议你可以把它当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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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的 也许你可以把它写在笔记本 将来会用到的话 尽量多多应用 好 那这个范例结束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 就是 乐透彩的中奖几率统计 这一题 那顾名思义啦 我希望知道101年 1号出现的几率是多少 最好是给我是1万次 万分之多少 1万次里面出现几次的这种 讯息 也许可以万分之多少 用分数格式 让我显示出来 比较好阅读 那可是要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 你可以看到101年的 每一期的开奖记录在这里 那他开奖的话呢 这个地方其别嘛 他应该是 哪一天开奖 2012嘛 101年 好像是 这个是 月后面日期 所以1月份的话应该在下面 1月22号 然后他一个礼拜好像开两期吧 那开这么多期 那中奖的这个号码 他一定是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然后呢 号码一定是1到42号 最多42号 跟那个大乐透现在不同 大乐透是要到49号 大乐透等于是这个的延伸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好像 办到好像2003年就停了 2013好像就停了 办到这一年 隔年好像就换成大乐透了 那如果我想知道说101年 跟102年他的 这个1号出现的几率是多少的话 那我该怎么算 所以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还有就是算排名 哪个号码开出的几率 两年的几率合计是最高的 那也许帮我排名一下 最好是可以怎么 帮我把资料给调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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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